就读顺天国中的陈同学两年前突然发现罹患骨肉瘤 但因为父亲是聋哑人士长期身体不佳也没有办法工作 母亲是外籍配偶只能够从事临时工作贴补家用 庞大的医疗费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幸好在明代牵线下由大甲广民工广泽尊王慈善会 协助募得16万元 这天送交给陈同学一家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扛着助行器慢慢向前走 顺天国中陈同学两年前突然发现罹患骨肉瘤 但因为父亲是聋哑人士长期身体不好也无法工作 而母亲是外籍配偶只能从事临时工作补贴家用 庞大的医疗费用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一头大胃都我带 因为我老公不会讲话 就是说什么都我一个人 对什么都我从头到尾都我 我辛苦真的有时候讲不出来 我自己知道有什么心思都自己知道 他老公是哑巴的 没有办法只有没有办法远离只有打零工这样子 然后他的小师到现在也是还未分 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具这样子也是非常的辛苦 由于全家人的经济重担都在陈妈妈身上 还得照顾开刀治疗的儿子生活压力相当大 幸好在明代的牵线下 由大家广民工广泽尊王慈善会 协助募得16万元 这一天送交给陈同学一家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大家都很热心祝人 短短三天就募集了16万元 帮助陈同学 你们的爱心广泽尊王都看到了 定会保佑大家平安顺利 我很感谢你们 我也感谢其他有帮助过我的 我将来有这个能力我也想要 我也会帮助的 能够提供一个软流 能够让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艰困的一个环境当中 能够持续走下去 一次一次的这个样的一个募捐 都是能够在及时 或者是最困难的时候 给予支持给予帮助 能够获得爱心善款 陈妈妈是相当感激 而目前陈同学历经两次开刀 和13次化疗之后 虽然身体状况已经逐渐恢复 但还是得要固定回诊附件 因此未来大安区公所 也将协助争取复康巴士 身障生活补贴 以及低收入互申请等 希望减轻他们的负担 记得陈伯和台中采访报道